百分之一萬喔 百分之一萬 不推薦你們去走106移 這條路是真的完全不推薦 嘿!大家愛!我是馬卡小偶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重車新手環島 注意事項 怎麼樣才是最安全的 然後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們整理了一共6點 來分享給大家 像小偶我們環島呢 就是 有挑戰過四級點 然後呢也有挑戰過 大圈 也有挑戰過小圈 然後有 順環也有逆環過 那麼你首先第一點的一定要先 搞清楚你環島的目標 有哪些地方要去 應該這麼說 對不對 有沒有要四級點的國聖燈塔 然後鵝鑽筆 或者是山雕角 或者是你中間要不要經過 比方說武林啊 還是什麼的 反正環島路線就白白走嘛 那你的 你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然後要逆環呢 還是順環呢 還是大圈還是小圈呢 就是 第一點 就是你一定要先知道 你的目標是要去哪裡 第二點 就是 你環島設定的天數 不過新手呢 是不太推薦二四奈的 因為 我覺得二四奈 你一定要至少要先多天的這種環島 環島過之後呢 你再去挑戰二四奈 而且你還要找就是有二十四奈過經驗的朋友 帶你一起去 才比較安全 兩天的話呢 就是 有兩天的行程 第一天可能就要殺到台東或花蓮 我現在說的是逆環喔 逆環你就要從 比方說桃園這樣下去 然後要到那個 台東或花蓮 要這麼多 因為你第二天才能夠有體力 從花蓮或台東 再繞半圈回來 小浩我跟 沈哥還有Robert 我們三個人比較推薦 三天兩夜 或者是四天 三夜 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去分配 你這一圈把它切成 三份或四份 如果是逆時針環島的話 我們就從桃園出發 然後經過新竹 台中 然後這樣子下去 苗栗 這樣下去 然後到高雄 墾丁 然後這樣 到台東 花蓮 宜蘭 這樣子回來 叫做逆時針環島 那如果是順時針環島 就相反嘛 就是如果我們以桃園出發 然後先去台北 宜蘭 然後再做花蓮 台東 屏東 高雄 然後才這樣再回來 所謂的 小圈的環島呢 就是我們騎騎騎騎到 屏東那邊的時候 我們就會直接走 南回 這條路 直接往左邊切 往台東的方向前進 騎到高雄的時候 我們就會騎 南回這條路 就不會下去 鵝卵比了 我們騎到宜蘭的地方呢 我們就會騎 北宜 開始 切回來 就不會走到 最頂端 富貴角的 部分 那這樣前前後後呢 就會少了 一些 路程 如果是小圈的話 差不多是900多公里 到1000 出公里 左右 那麼如果是大圈的話呢 就是像剛才講到的 首先從桃園 如果 你深出發的話 你下去 你就會走到 鵝卵比 最南 然後 再開始 回來 有些人會走 旭海 的這條路 有些人就是原路再繞回來 再走南回 然後再走到台東 花蓮 然後宜蘭 然後就不走北宜囉 大圈的話 就是直接 走了 上面的 北海岸路線 然後就會去富貴角 最北的燈塔 我們三個都喜歡 逆環 為什麼呢 因為 逆環對我們來說 我們可以 第一時間 體力最好的時候 趕快先 都是快速道路 直接 殺下去 先感受到 就是 很久沒騎車 可以一次騎個過癮 封閉式道路啊 然後 最高限速也比較高啊 可以就是 愛怎麼騎 就怎麼騎 也有人講說 順環比較好 因為你在你體力最好的時候 你最開心的時候呢 先把比較難的 山路啊 這些路段給 全部給騎完了 對 所以呢 回來的行程的時候 就剩下最簡單的 快速道路 對 直線的部分 你只要解決 直線 把直線放在 最後面的最後面 所以呢 兩種風格 就是誰大家喜歡 通常我們環島的時候 我們除了安排路線以外 我們大概會住在哪裡 首先如果是 三天的版本 第一天我們從桃園開始下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 第一天會住的地方 大概就是高雄 或者是 屏東 如果是住在屏東的話呢 我們通常都會住在 東港附近 然後隔天早上 一大早起啊 我們還可以去 東港那邊 吃一下海鮮 那如果你臨時有變卦 就是想要說 那 好像可以去一下小琉球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車 直接從東港那邊運去 小琉球 然後在小琉球那邊 轉個幾圈 轉個幾天 然後再運回來 然後再繼續你的環島旅程 這樣也是很可以 但是一定會超過三天 但是如果你沒有要去小琉球的話呢 你就是從東港 開始出發 然後 往 下繼續走 看你要不要走大圈 去到鵝鑾鼻 或是 你沒有要去鵝鑾鼻 你就直接是南迴 直接往台東的方向 那第二天呢 通常我們會選擇住的地方 有幾個 第一個是台東的金輪 就是在金輪大橋的 左邊下方 那邊我覺得是 蠻舒服的 對不對 然後 或者是花蓮的市區 然後第三天就直接騎車 從花蓮 直接 騎回家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要推薦大家的就是環島的一些景點啊 休息的地方啊 還有一些必去的部分 或者是有去的部分 如果你是台北人 或是你是基隆人 你不是 像小時候我們一樣 是從桃園出發 其實你到新竹的時候 已經有一段路了 所以呢 你在這中間呢 你可以去 新峰休息站 休息 在六一快速道路的下方 有一個 新峰休息站 台中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下一個 無期交流道 無期交流道下去的時候 那邊有非常多 24小時的便利商店 跟 24小時的加油站 所以無論你什麼時間點出發 你環島要加油 要上廁所 要吃東西 要幹嘛的 買補給品 全部都很方便 那邊全部一次OK 幫你解決所有的事情 所以 我們非常推薦 無期可以下去 再往下 到王宮的部分 你可以下去吃蝌蝶 下去吃一些 香蕉冰啊 或者是減重冰啊 等等之類的 就是環島嘛 對 通常在往下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會去到台南 建議大家到台南的時候 一定要去吃一下 台南的牛肉湯 或者是你在台南的時候呢 你有點後悔 不想要環島 就有點累 你可以上去阿里山 對 阿里山 我個人覺得 你從台南再改去阿里山 也是可以 因為 阿里山真的也是很棒 我們也是非常喜歡 阿里山的行程 上去阿里山 可以在上面住一天 阿進到高雄之後呢 就是 高雄的市區嘛 市區可能就是一些 夜市阿 等等之類的 可以吃的 不過呢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沒有到非常非常非常的餓的話 你就可以 像小肉我剛才講的 你直接先往東港 這個目標前進 因為 隔天早上 一大早 你去到東港 那個魚市 我跟你講 真的是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 超級新鮮的黑鮪魚 金三角這個名字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那接著呢 你也可以繼續往下騎 騎到鵝卵比 只是 現在夏天鵝卵比 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熱 屏東跟鵝卵比的中間 你會走到一個 海岸公路 這個地方 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海岸公路有超級多的 側速照相機 就是那種 黑箱的 你一定 會有非常高的機會 不小心 油門就 過多 然後你就被拍了 那這個中間呢 我們非常推薦 兩家 咖啡廳 魔幻咖啡跟巧匠咖啡 這兩家咖啡廳 非常非常棒 你一定要去 為什麼呢 因為 魔幻咖啡跟巧匠咖啡 它最酷的地方就是 你喝咖啡的地方 就在沙灘上面 你可以直接看到海邊 就是 你等於是踩著沙灘在喝咖啡 你知道嗎 所以 如果你不趕時間的話 比方說你的行程是超過三天 超過四天 的這種行程 你一定要去 魔幻咖啡跟巧匠咖啡 好好的耍廢一下 好好的耍廢 通常我們不會繞到鵝蘭比 我們通常就是走 南迴 然後就開始繼續的 往台東的方向走 到台東之後呢 我們非常推薦的幾個 店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剛才有稍微小小提到 你可以住的地方 就是金輪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可以去看我們露營車的那一集 我們有在金輪大橋下面 直接 野營車子 停在那邊 直接睡在那邊 那當然如果你是騎重機的話呢 你也可以直接住在金輪 那邊有非常多的那種民宿是 包含可以泡溫泉啊 等等之類的這種 非常秋非常非常舒服的 一個地點 還有一個地方大家聽下去好好的拍照一下 就是 北回歸線 標記點 原來是一個白色的巨塔 如果你是在半夜去的話 你會看到黑黑長長 粗粗高高的一隻手立在那邊 對 但是如果你是白天去的話呢 那個就是一個 很壯觀的地方 因為你馬上可以看到對面的海 然後那邊有很多 飛魚卵香腸啊 烤山豬肉啊 椰子汁啊 可以吃啊 等等之類的 再來就是大家覺得 很難停車 然後 雖然很漂亮 但是有時候很容易放棄的 多良車站 像小鳳我們自己三個人呢 就是每次都很想去多良車站 但是到多良車站的時候呢 我們就放棄了 因為 多良車站 旁邊全部車子都是停滿的 非常不好停車 台東跟花蓮的這些區塊 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 吃一下特產 就是那邊的四家 如果你有看過我們這個 環島的特輯的話呢 你一定會知道我們在台東跟花蓮 這一區塊 我們吃了超級多的四家 花蓮的部分呢 我們最推推大家一定要去嘗試的呢 就是花蓮的扁食 那邊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你早上起床 吃扁食 早餐喔 吃扁食的時候 你還可以順便聽戰鬥機的起飛的聲音 超級大聲 這樣 這樣飛過去 如果你喜歡吃甜食 然後你 剛剛好就喜歡吃馬術的話 你一定要在花蓮 試一下那邊的馬術 接下來再往上 就差不多到宜蘭啦 就要到新手可能會有一點害怕的路線 就是北宜了 北宜呢我覺得是一條 就是你慢慢騎 其實它沒有 想像中這麼危險的一條路 對 北宜算是蠻舒服的一條路 因為它 山道蜿蜒 你如果放慢速度洗 好好洗 然後不要緊張的話 我個人覺得 它不是一個 非常恐怖的 路線 其實是一個蠻舒服的 而且北宜通常 你進去北宜 裡面之後 速音還算多 不會那麼的熱 北宜出來之後 你就好好的選路啦 看你要選 比方說 高架橋啊 還是 我們幾個常常不小心選到的106椅 如果你不小心選到106椅的話 小道我建議就是 今天 盡量不要半夜騎啊 盡量不要半夜騎 如果 如果你又是只有兩個人騎106椅又是半夜的話 我是 我是超級不建議啊 對 因為如果你的另外一個 夥伴又像沈哥這樣子 就是 很 很愛尖叫啊 很怕阿飄啊 什麼之類的 我個人覺得 你們就是 不要走那邊 因為那邊 真的不好走 然後晚上 很暗 很彎 然後 又很斜 對 反正總之就是 那邊就不好走啦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打一下 106椅 的故事 對 大家就會知道 小豆我在 說什麼了 再來呢 你就是從台北 準備要回來啦 這個時候 你就已經 如果你 你是南部人 你走到台北的話 我還真不知道台北有什麼 必吃或必玩的地方 總不能 跟大家 總不能跟大家講說去101逛逛吧 你可以再看一下台北的吃貨旗旅 我們拍了蠻多關於台北區的吃貨旗旅 我相信大家 應該也會蠻喜歡的啦 總而言之 台北的話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拉麵 如果你剛好騎到台北肚子餓的話 建議大家去吃一下台北的拉麵 拉麵地圖 你一定要去好好的挑戰完畢 最後呢 如果像我們是桃園人的話 我們就回到溫暖的家 就是一整圈的環島 三天兩夜或四天三夜 就差不多這樣子 結束啦 那這就是我們的推薦的景點啊 行程啊 等等之類的 不管你是騎什麼樣的車子 不管你是幾個人 不管你的經驗 是不是非常的老道 或是怎麼樣 你只要是出這種遠門 我都是強烈強烈再強烈的建議大家 一定要去做一個行前檢查 包含你的 胎啊 包含你的來臨片啊 你的胎紋啊 等等之類的 你就是找一個 你信任的車廠 去幫你做一個 行前的安全檢查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千萬不要省去這件事情 到海邊啊 或者是半夜啊 你在那種台東的 晚上或山路 說真的 進去的時候 是真的會 整個涼起來 冷起來喔 就是 溫差會非常多 所以呢 建議大家一定要戴外套 尤其是如果你是帶著後座幫 一起出去環島的話 你一定要幫你心愛的後座幫 多戴一件外套 新手到底 推不推薦去騎車環島 最後的這一點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我個人覺得 網路上有 就是議論紛紛啦 有些人很多人說 台灣的路不太適合騎重機啊 台灣的路 怎麼樣怎麼樣啊 什麼之類的 很多 不過呢 我們 大家 我們三個人呢 是超級無敵推薦 買了重車 你就是使勁的騎 騎去環島 你不要怕遠 畢竟 環島 騎車環島 可能是 某一大群人 一直以來想要做的夢想 我們還是那句老話 每個人一定都要 有一台屬於自己的重機 那就 就對啦 這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新手 到底騎車環島該注意哪一些事 像這製作的小汽車 我和小肉 在我旁邊的是沈哥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如果你不是像 小肉跟沈哥還有Rubber這樣子 就是比較瘋狂的人的話 建議大家就還是要帶漁衣啦 因為像我們除非是冬天 不然的話基本上 夏天 春天秋天下雨 我們都是直接 給他淋啦